春節的時候,我們要比照當年拆忠孝橋引道 忠正橋引道,因為這個牽涉到永和的交通流量 所以如果不用當年拆忠孝橋引道那個方法 恐怕沒有其他方法 因為這個要整個封橋 然後再用春節的時候,過年春節的時候 最短的時間去把它拆掉 所以大概明年春節的時候,市政府大概有很多公務員就不能放假 因為只有用那個方法,在春節最短的時間內日夜趕工 比照當年拆忠孝橋的方法,去拆忠正橋的高架引道跟下面的那些市場 西區門戶計畫到現在為止差不多